记者詹氏洪云林报道,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立善今天早上在斗六行企纪念馆做重大宣布,邀请斗六市长谢书亚成为搭档,担任副县长一职,谢书亚也同意一起打盘,由于谢书亚卸任后原本将参选县议员,她的新决定,将为斗六区县议员选举投下新的变数。 张立善今天早上宣布由谢书亚搭档副舰长,她强调,与谢书亚二十年前就认识,谢书亚在大学任教,而她担任护理长,在姻缘纪会下走上政治这条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凡是认真投入不满护,脚踏实的,负责认真,热爱云林。 在这次选战中,她邀请谢书亚搭档担任副手,未来一起驻驻县政府,为云林打盘。 张立善也说明施政驻轴,就是为年轻人找投入,为老年人找依靠,为企业找机会,为弱势找尊严,为云林找出路。 谢书亚也强调,日本核在食品进口时,靠民意团给挡下来,年金改革污名化退休军公交,农产滞销以假农民,假消息污名化,最近司法案件起诉,判决,让人感到疑惑,种种国家乱象,每个人都有责任来终止,云林人值得过更好的日子。